台北市的房价已经很高了 没有想到价格还可以持续的上涨 今年7月 预售建案的平均开价 已经冲上了一瓶118.3万元 再创新高 而且因为房价一直涨 让去年才上路的预售实价登陆引来批评 因为外界本来预期说 预售实价登陆上路之后 建案开高价的情况可以获得控制 但现在却发现 好像变成了反效果 我觉得蛮贵的 可能三四十岁 才会存到钱买房价 贵啊 怎么可能买得起 我刚刚在那边看了41瓶 要买四千多万 四千多万要赚多久 童笙贤贵大探买房太难 尤其是台北市房价居高不下 而且价格竟然还在涨 北市新建案7月份开价 已经涨到每瓶约118.3万元 而且房市专家还认为 预售实价还沦为推升房价的助力 预售实价登陆 造成这个建商的开高价的勇气大增 建商在多头的时候 通常都是不愿意卖的 比别人还要便宜 所以前一案的成交价 就变成后一案的地板价 专家分析与2021年6月 预售屋实登陆上陆前相比 新建案平均每平开价上涨12.5万元 涨幅约11.18% 不见外界预期预售实登陆上陆 抑制建案开高价的情况 结果实登房价反而官方认证成为助长推手 不过房价不断上扬也出现警讯 房产专家指出预售成交量 已经从去年第四季每月卖出1.2万间 降到5600间 成交量腰斩又遇上民俗月 下半年还有选举的不确定因素 成为房市乌云 也渴望为高涨的房价踩下刹车 让房市平稳发展 记者许子杰林家宏台北三报道